嗨 請進 今天呢 就要來帶大家參觀我的新家 然後呢 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是我的客廳 還有餐廳 就是我們整個房子 應該算是比較設計主軸的兩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就一起往前逛吧 我現在是在這個玄關的地方 那玄關的地方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收納 那這一邊的這些櫃子呢 裡面是 Mike 還有 Tristan 的鞋櫃 因為呢 上一支影片大家有看到我的鞋櫃 就是另有別處 那門口的地方就留給他們兩個男生 那這邊呢 這邊我還要再去洗一張我們全家服的照片 因為我想要就是一進門就可以看到就是一家人的照片 但我還沒去洗 只是相框已經買好了 那我在玄關的地方呢 就是我特別是有稍微做一個地板上的高低落差 因為我覺得就是這樣子比較會有那種內外分開的感覺 鞋子也比較不會就是你知道 穿進去會比較就是沒這麼乾淨 那右邊這邊呢 我有做了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聚物櫃 然後因為我們平常一回家我就會把包包還有賣個公事包 就可以都收在這邊 我覺得就是隨手就可以放 比較不會丟的就是客廳到處都是 那這邊也有做就是淺的櫃子 就可以收納一些什麼帳單啊 藥匙等等之類的 我現在做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客廳區 那其實我們這一次的設計呢 它最主要我們挑選了三個色系 就是白色 然後藍色還有黑色 這三個色系之間呢 我們其實選了比較多淺色的配件去搭配 所以才不會覺得整體整個空間看起來會很暗 沙發的後背我們用深色的感覺 就是我們想要就是這樣子看過去好像是在一個框框裡面的感覺 然後呢 因為我們家剛好就是往這邊看過去就是外面的景觀是比較好的 所以當初我們就是把沙發設定就是靠在這一面牆 然後我們這樣子看過去視野就是比較開闊的 那我要特別介紹一下就是我們的沙發 因為我們這個沙發是定做的 因為我跟麥克就是下班之後都喜歡就是攤在沙發上 所以呢 我們當初在定做的時候就是特別要求就是這一段要非常的寬 就這一段寬到就是我可以跟麥克兩個人躺在上面都是錯作有益的 我有很多家具都是定做的 因為我希望它是可以完全符合我要的大小 然後顏色跟材質 那我定做是在一家叫做家座的店定做的 我會把它的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有興趣的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沙發它比較特別就是 我會覺得說我們的這個空間其實有蠻多深色 就是像背後都是很深色 所以我其實是想要一個淺色一點的沙發 可是呢 又會很擔心淺色很容易髒 我們選的這個啊 它的布料很特別 它摸起來會有一點點像是那種短絨布的感覺 但是它這個其實是一個特殊的科技布料 就是你就算是醬油或是紅酒倒在上面 你只要就是沾一點水去擦它很快就可以擦掉 可以說雖然它是淺色但是它其實是非常好照顧的 然後呢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我當初在選沙發的時候 我很要求背後的這個靠背是高的 矮背的沙發其實看起來是比較時尚 可是呢 我覺得坐著的時候你脖子這邊沒有support 就沒有這麼舒服 所以當初我們在定做的時候我有特別要求 就是這個地方它必須要能夠撐到我的脖子跟我的頭 然後背後這邊就算沒有放枕頭 它也必須是就是有一個剛剛好的這個弧度 是可以support我的整個背的 所以說就是這張沙發是我們家客廳的靈魂 然後我對它非常非常的滿意 這個茶几呢 它一樣也是在加做定做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看到我就很喜歡它這個食材的一個處理 然後它這個是天然的食材 但是它上面有鋪了一層coating 是讓它比較不容易會髒跟細色的 所以說它在一般來說我們的當作茶几使用也是可以很安心 就是不用擔心說它會很容易染色或是不好清理等等的 然後呢 其實原本這張桌子它是沒有設計任何收納 但是呢 我就特別跟它講說我想要有一個抽屜 可以把那種遙控器什麼都收進去 這樣我就可以維持桌面是很乾淨的感覺 所有電器類的用品都是由mine決定 因為電器類就是我都沒有花時間去做研究 但是這個電視櫃也是直接在加做定做 然後我就是跟它講說我大概喜歡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喜歡就是這邊有點這種鏤空感 我不喜歡家具看起來是很笨重的感覺 所以我喜歡它有一些鏤空感 然後呢 因為它是完全是定製的 所以它是依照我們要的尺寸 然後再去幫我做這個金色的配件跟藍色的門 因為我們家就是基本上就是金色藍色黑色 這幾個顏色去做搭配 所以呢 這個電視櫃也是讓我們家就是感覺那個非常非常的有整體感 窗簾的部分呢 我挑選的也是就是 它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近看的話它會有一點點像是單寧布的感覺 它也是帶一點點的藍色然後有一點點灰藍色的感覺 就是會讓整體的空間就是 把這個藍色跟金色的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裡面 有一個前陽台跟後陽台 那前陽台的部分就是我們還沒有特別做特殊的整理 但是呢 就是我們已經買了一個BBQ 中秋節可以烤肉 然後外面有做了那個安全窗 因為畢竟我們這邊比較高樓層 所以怕萬一小孩爬出去的話 就是做的安全窗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再來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餐桌區域 大家可能會發現說我們的餐桌跟一般的餐桌設計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這個牆壁這邊是 我是做套牆的 就是它有一點點像是比較美式的那種餐桌的設計 我們家平常就是只有我跟Mine還有Trisen 所以我們會真正很正經的坐在餐桌上吃飯的時間 可能沒有很多 那我就不想要讓餐桌佔掉整個公共區域 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然後我會覺得有點浪費 就是我比較希望可以讓整個客廳這邊是再寬闊一點 然後Trisen甚至可以在家裡就是玩他的車子或什麼的 然後所以我當初就跟他講說 我想要做一個有點像是美式餐櫥的這種感覺 然後呢 它這個很棒的就是它連下面都是超大的收納 就是有三個超大的收納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你可以把一些沒有這麼常用的鍋子啦 或是什麼一些雜物都可以收進去 那背後這邊呢 它現在是一片空白 但是呢 我現在是打算我想要整面牆都是用黑白的照片 然後就是放我們全家人的一些memories 那給我可能兩個月時間我把它全部佈置好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餐桌呢 也是我在家做訂做的 那我很喜歡它是因為它的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大理石 但是它其實是我不確定它的學名是什麼 但是它是另外一種食材 它就是更好清洗然後不會染色 所以它用來做餐桌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然後呢 它其實有一個地方是很吸引我的 就是它的腳 一般來說很多椅子它的腳啊都是坐在這個四個邊 那坐在這四個邊的麻煩的點就是 有的時候人多的時候你如果椅子塞在這邊 那個腳就會卡在這會很難做 可是它的腳是比較往內收一點點的 所以說就是如果你真的人多需要多放幾個椅子 它腳也比較不會卡 然後它的造型我也覺得很好看 所以呢 就是這張桌子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這邊呢 就是我們餐桌的吧檯 然後因為其實國外的房子大家應該都會有看過 就是很多人都是會這樣坐在吧檯這邊吃早餐的嘛 當時在設計的時候我們是 這個椅子是可以直接這樣拖過來 然後你在這邊吃飯什麼也都是很OK的 所以這個椅子就是可以兩邊可以用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還蠻喜歡這樣子的配置 再來呢 就進來我的廚房地區 雖然我自己不愛下廚 但是呢 這個廚房我自己非常的滿意 有follow我很久的人應該會記得 就是我當年在結婚的時候 我的主題的顏色也是藍色配金色 然後因為這兩個顏色是一直以來都是我跟麥很喜歡的配色 所以你看我們的廚房也是全部都選擇藍色的 然後配金色的五金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們希望這整個空間就是會是很有重點的 就是我們的廚房是藍色然後客廳是黑色 然後其他地方都用白色或是金色的東西去點綴 但是它就是每一個空間它的那個風格會比較突顯出來 所以說像我們這邊這個白色的這個檯面 其實是前屋主它就是這樣子的open kitchen 然後也是比較喜歡這種開放式的廚房 所以呢 就是這個檯面當初我們沒有去變動它 我們只是把所有的櫃子全部換新 然後再多加了這個我的酒吧 就是我的酒都還沒有放上去 但是其實所有的酒應該都放在上面 然後就是你知道就是會有一種好像隨時可以當bartender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搬進來新家 然後公僕送給我們的這個就是純銀的那個盤子 然後還有這個水晶的decanter 然後老實說我覺得就是你把威士忌放在就是這種 你知道就是這樣子的display真的就是好看而已 就是我們也不會真的很像外國人就是動不動就這樣走進過來 到一杯酒喝 可是就是你把它這樣擺著你就會覺得看著心情非常的開心 這樣子 再次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的一些櫃子的收納設計好了 因為像在這就是在我們的那個爐子下面 我就跟設計師說我一定需要很深的抽屜 我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鍋子們全部都收進去 然後呢再來同樣很重要的就是那個放醬料的櫃子 會看到現在裡面沒有很多醬料 因為我還沒有在新家開火過 所以醬料沒有很多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樣設計很方便 然後還有呢就是這個收納碗盤的 就是我很喜歡它是兩段式的設計 所以它就是完全不會浪費就是最裡面的那個空間 然後你一拉出來 它就是它會自動這樣收進去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所有的盤子都可以一目瞭然 客廳的對面其實還有另外一間像是玻璃屋的房間 然後呢當初我們這邊會用這樣子透視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坐在沙發的時候 然後視覺上看出去都是很穿透 然後感覺是很開闊的 所以說我們這一面牆是用玻璃 然後這間房間其實我們還沒有決定要把它用來做什麼 就是我們就想說它可以是一個多功能的房間 就是有客人來可以當客房 然後平常沒事可以打打麻將啊 或者是像現在就是因為我們還有些東西還沒有搬到儲藏室 所以就暫時先放在這邊 另外這一面牆呢我們就是用鏡子的方式去呈現 因為用鏡子的話一方面是外人 就是如果真的裡面變成客房的話就是外人看不進來 然後呢同時它也會因為反射的關係 也會讓室內的感覺是再更放大的 所以說它就是你如果沒有仔細看會覺得兩面好像都是玻璃 但是其實只有這一面是玻璃然後另外那一面是鏡子 那最後最後一個空間呢就是在我們進來最底這邊 我們做了一間就是隱藏的一個儲藏室 然後呢這個儲藏室就是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非常多 就是所有的行李箱啊然後什麼衛生紙啊日用品的一些東西 就是外表長得不好看的東西又不好收納的東西 就全部都可以塞到這裡面 那這個也是我當初特別跟設計師要求的 就是因為我知道我跟麥克的東西非常多 所以呢我會需要一個這樣子的空間 然後完全就是為了收納雜物使用的 那我這樣子就是平常要拿東西很方便 然後不拿的時候就是這樣子蓋起來 整個家裡就可以維持一個非常乾淨的感覺 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新家就是客廳還有廚房的區域 那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歡就是自從搬進來之後 就是我跟麥克現在就是假日都不太想要出門 那我知道呢大家一定都會很想要問說 欸什麼東西在哪裡買的啊 然後什麼東西是要花多少錢啊裝潢要花多少錢 就是這些所有的比較瑣碎的一些小細節呢 我會另外再做一集 然後把這些所有的重點都統整給大家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呢 記得要follow我的頻道 我每週二、四跟禮拜天晚上的九點都會更新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